范蒂冈电台讯 意大利促进生物安全 生物技术及生命科学国家委员会 已经成立了25年 属于部长会议主席管辖 旨在协助政府 在科学 经济和社会问题上 制定方向 教宗首先提到 天主教人耕种 看守世界乐园 科学和技术领域本身 就具有耕种的理念 通过人的材质 恰当地表达出 天主安置在世界上各种事物 相互间的生长 开花 及结果的张力 天主也要人 守护世界的乐园 这表示人要对其 看顾 保护 监管 及保存 此外 教宗以援引 责任原则 称这个原则是人的行为 不可或缺的基石 人在自己 他人 和天主面前 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好